你好,欢迎来到美之一书。 独立思考很难吗? 很难,尤其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信息时代。 生病了是吃中药还是看西医,投资买什么,房子买哪里的。 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我们从来都不缺出谋划作者, 无论你遇到什么问题,你总会找到一些信息和建议。 但是我们依旧感到迷茫困惑, 曾经我们因为无知而无助, 而现在我们则因为深陷信息的洪流而无所适从。 当我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吃瓜吃得不亦乐乎, 期待着无限的反转反转再反转的时候, 我们偶尔也会突然停下来想, 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我能相信什么,又该如何判断?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如何独立思考? 这本书的作者史蒂夫·诺拉韦是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学家, 也是知名播客节目《怀疑论者的宇宙指南》的主持人和制作人。 他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讲者, 也是国际上公认的科学教育家。 他还是科学医学杂志的高级编辑, 经常在广播、播客和电视上宣传科学。 他与其他几位合作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 有吸引力的团队,致力于讨论前沿科学、 哲学和其他有争议的话题。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分三个部分, 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部分,我们为什么要独立思考? 第二部分,是什么方案了我们独立思考? 第三个部分,如何实现独立思考? 好了,那我们呢,就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独立思考? 2016年啊,牛津词典选出的年度词汇是后真相。 牛津词典给出的解释是, 理起神术客观事实, 诉诸感情和个人信仰, 更能左右社会舆论。 那至此啊,也标志着, 我们正式步入后真相时代。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能够接收到海量的信息, 但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迷茫困惑,不知错错。 如果说以前啊, 是事实胜于雄变的时代, 那么现在似乎是雄变胜于事实, 而且有很多雄变被装成了事实。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啊, 新兴媒体的不断涌现, 严肃的传统媒体逐渐失声, 以往的新能看门人, 正逐渐在我们的时代消失。 而我们的生活被大量虚假的信息所占据。 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信息选择权, 如何甄别哪些信息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就成了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 这种判断力啊, 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基本生存能力。 而这种能力就要求我们, 必须能够独立思考。 不只是整个环境要求我们必须要学会独立思考。 在这个终身学习, 人人都在进行所谓的认知升级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啊, 都在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 试图跟上时代的飞速发展。 但是啊, 我们却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 我们的大脑也是会出现认知偏差的, 我们大脑啊, 也是有局限性的。 著名物理学家李查德·费曼说过, 我们所谓的真实, 其实是我们所感觉到拖良出和感知到的真实, 外部世界很容易沦北大脑的幻觉。 那也就是说啊, 我们所感知到的真实, 是透过大脑这个滤镜而感受理解的真实, 定不一定是真正客观的真实。 因为大脑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我们啊, 其实一直生活在大脑加工过的脑真相中。 而脑真相的特点就是, 不注重客观。 我们的大脑会一直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 而努力搜集证据。 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你总能找到所谓的证据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真理, 并不是世界的全貌, 而是如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是聪明睿智的。 不过, 人与人之间的最大差别不是脑真相具体是什么的差距, 而是是否质疑过自己的脑真相, 是追求客观真理, 还是沉迷在自己认知的世界中。 相比于广袤的世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个体, 而个人认知的小隘, 注定了我们只能管中亏报。 但重要的是, 我们是能够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进行独立思考, 承认自己的认知偏差, 承认自己的无知, 万事存疑, 保持好奇。 那么既然独立思考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 为什么我们好像却在逐渐丢掉这个重要的能力呢? 接下来啊, 我们就来说说, 是什么妨碍了我们进行独立思考, 我们为什么正在丢掉这个重要的能力? 我们经常说啊, 现在是信息时代, 没错, 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传播成本, 迅速让我们进入到了信息爆炸的时代。 但看上去啊, 我们人人都可以发声, 不过啊, 好像我们却站在真相面前, 点成了牙巴。 网络、 社交媒体的出现制造了大量的信息,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角度来表达自己对于某些事情的看法。 不过很快啊, 人们就意识到, 与其说网络的发展带我们走进了信息时代, 不如说啊, 它创造了一个错误信息时代, 降低参与的门槛, 为更多人提供表达自我的平台, 这没有错。 不过啊, 这可是一把双刃剑, 不同于传统媒体拥有那些具有专业素养的新能看门人, 失去了门槛啊, 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面对大量的五花八门, 良有不齐的信息, 这些信息啊,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有忠敬的, 也有偏激的, 也正是这些信息啊, 逐渐把我们推离真相。 相对有一定质量保障的信息啊, 是来自于那些老派媒体, 这些自诩为真正的新闻媒体机构, 对新闻工作有相当坚定的标准, 至少他们会去遵循新闻的古老工作传统。 不过呀,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他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在适应时代的发展变革中, 他们也在寻求平衡, 那这也让这些媒体的口碑跨度变大, 有些仍旧是虔诚的步道者, 有些啊, 则表现得十分糟糕, 尤其是那些带有倾向的媒体, 他们丝毫不避讳自己的个人倾向。 那当然了, 我们必须要承认, 所有的新闻只要是需要人序完成播报的, 就一定会存在偏见, 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 虽然现在的环境啊, 也希望看到有态度的媒体, 但是这种态度绝非个人化的偏见, 而应该是试图在个人倾向和中立客观之间, 找到平衡。 那除了传统媒体的示威, 还有新兴媒体的冲击, 网络的出现极大激发了个体的表达欲, 这些信息的发布者往往不遵循新闻的惯例, 也不对信息的质量和真实程度负责。 他们通常会用严肃新闻的口吻来发布意想出来的信息, 为了提高点击率, 他们不择手段, 只要能够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那就根本不在乎到底什么是真相。 这种信息对我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不管是你家族群里爸妈亲戚们转发的那些不准不是中国人, 还是朋友圈公众号里面的震惊谁谁谁又怎么样了, 这些信息就是单纯的为了左右读者情绪以此来互取关注。 那不仅如此, 社交媒体的存在对这种信息的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能够调动读者情绪的信息, 往往会引起大量的转发。 要知道, 左右被情绪激化的群众, 远比让群众看见真相更容易。 这些信息不仅来源不可考, 真实性也没有保障, 而且在传播的过程中脱离了原有的语境, 独立成篇, 最终可能被塑造成和原作者观点偏差巨大的内容。 这就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而且啊, 网络进一步扩大了人们身上的回音式效应。 所谓回音式效应就是我们总是更愿意听到和我们自身世界观相符合的意见。 在提及网络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说到一个词儿, 叫信息减防, 就是你喜欢看什么, 互联网就拼命地给你推什么。 相信很多短视频用户都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可能你不小心给一个视频点了赞, 那后面刷出来的就都是同类的内容, 这就是信息减防。 互联网企业对用户的争夺战早就进入了白热化, 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会强调一个事情, 那就是算法推荐。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 不断猜测你的喜好, 只推送你感兴趣的东西, 以此来抓住用户。 不过啊, 这也造成了个人认知的割裂。 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呀, 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我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而网络又让你总能找到和自己观点相同的群体。 于是啊, 我们也就只沉溺于和自己世界观相同的群体中, 一旦有不同声音出现, 就会开始排斥一级。 那这种回音式效应被网络无限放大了。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 混杂虚假的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不断调动着我们的情绪。 我们轻而易举地就相信了某些错误观点, 接受了虚假的信息, 但却不肯接受或排斥其他观点。 那逐渐的呀, 我们也就无法辨别哪些才是真正的事实, 在一次次的跟铁转发吃瓜反转中,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据伪存真这个工作, 原本应该由那些掌握专业背景知识的传播者来做, 但现在啊, 这个工作转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在当下这个时代, 我们正在逐渐丧失这种能力。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找回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接下来的最后一个部分啊, 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实现独立思考。 那首先啊, 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局限性, 不要理所当然地相信自己的观点, 要有质疑精神。 作者在书中啊, 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 来头兄弟发明了飞机, 但是在来头兄弟的飞机造出来之前的几十年里, 类似的飞行器的谣言, 早就在群众中传播开了。 有的说啊, 看到了飞机在天上飞了, 有的说呢, 看见有碎片从飞机上往下掉了, 有的还说看清了飞行员的样子, 但更有甚者说啊, 自己坐过飞机, 飞了一圈。 但事实上啊,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呢, 飞机并没有出现。 这些啊, 都是群众们的异想, 人们只不过是看到了一个形状奇怪的机械, 又可以上下扇动的翅膀而已, 并非后来发明的真正的飞机。 那这事啊, 就和那些目击UFO的新闻, 是一个道理。 再比如2008年, 希拉里·克林顿在接受一次采访时, 被提及几年前对波森尼亚的一次访问经历。 采访中啊, 希拉里表示, 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没有接受到应有的欢迎仪式, 反倒受到了当地武装力量的影响, 不得不在枪声中仓皇地奔向下榻的地方, 是一次很危险的访问。 但当时的记录视频却表示, 当时一切照常进行, 她和女儿悠闲地散步, 甚至还和一位年轻的女士打了招呼, 并没有任何的异常和危险。 那其实啊, 并不是说希拉里故意说谎, 只是我们的大脑会构建连续性的前后一致的记忆, 因此啊, 每当记忆出现部分趋失时, 大脑会编造这些趋失的细节, 以便让记忆完整呈现, 也就是编故事, 而且啊, 这完全是一个自发的下意识的过程。 所以啊, 作者在书中指出, 知觉、 记忆和观念本质上啊, 是人们自我构建的,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靠。 它来自于人们对事物的预期, 受到文化和心理作用的影响, 那这也就是我们精神心理的局限性。 那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思维上是存在局限性的, 才能更客观地去认识世界, 不局限在自己狭隘的认知当中。 那实现独立思考的另一个关键啊, 是要避免认知偏差导致的盲目自信。 那在这里啊, 我们要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 邓宁·克鲁格效应是指, 人们有时无法对自身能力做出正确评估, 因此啊, 往往自识过高。 我们身边呢, 从来都不缺少这种人, 他们认为自己头脑敏捷, 半时高效, 但实际上啊, 却无知愚昧, 笨手笨脚。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啊, 我们总是凭借现有的知识和范例体系去理解整个世界。 我们头脑中会产生各种想法, 然后呢, 我们在有条不紊地拼凑各种信息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而只要是和我们对立的观点啊, 就全部摒弃, 然后啊, 根据我们自己拼凑的理论来解释所有问题。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主观异端不断强化, 最终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偏执, 觉得只有自己是正确的, 一旦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就会表现出敌意。 邓宁曾经说啊, 无知意味着, 无法准确地评估自己的无知。 那可以说啊,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曾是认知偏差的受害者, 而且啊,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 想要打破这个认知偏恶的循环, 我们必须承认它, 并且有意识地抵制它, 用逻辑和科学进行有针对性的自我质疑。 只有保持坚虚, 持续学习科学的思维方式, 摆正自己的定位, 避免盲目自信, 才能实现独立思考。 那除了前面两个重点啊, 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 学会辨别那些虚假信息。 我们啊, 可以从如何辨别科学与伪科学中得到一些启发。 一些虚假的信息啊, 往往把自己伪装成科学和真理, 招摇撞骗。 那什么是科学呢? 科学啊, 是通过测量来认识世界, 并且尽可能客观量化精确和明确。 科学啊, 是具有批判性的, 是能够反复验证的理论。 而伪科学啊, 则是从结论绑前推倒, 而且充满偏见。 伪科学啊, 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这点啊, 和真正的科学更好相反。 真正的科学啊, 往往是批判的对待自己的结论, 试图去探索那些能够推翻自己的假设。 而且啊, 最重要的是, 伪科学总是试图逃避举正责任。 在科学界, 任何人只要发表了某个理论, 那他就有义务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而伪科学啊, 因为没有能力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就往往选择逃避这一责任, 并且希望那些提出质疑的人来替他们证明。 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是错的, 那就说明他们是对的。 不过啊, 这显然并不符合逻辑。 这一点呢, 适用于任何情况, 也能帮助我们在信息的洪流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 虚假的信息啊, 往往和北科学一样推卸举正责任, 试图通过质疑别人来反证自己。 当你以后再听到, 如果不是我说的这样, 那你说是为什么呢? 类似这种话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种不能举正的信息, 往往真实性, 有待考调。 很可能啊, 只是基于他个人主观的思考和认知。 那最后啊, 还有一点, 就是学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我们在思考产生天天时呢, 总是不停地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有着充分的了解, 我们就能够从他人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很多时候啊, 过去的经验教训拿到今天也同样适用。 那今天的这本, 如何独立思考, 说到这儿啊, 就讲得差不多了。 在当前这个信息时代, 我们周围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 而处在信息洪流中的我们啊, 需要学会独立思考, 才能保持冷静客观, 不被虚假信息所迷惑。